總統賴清德昨天在國慶晚會上致辭 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 剛過完七十五歲生日 而中華民國不久後 將迎來一百一十三歲生日 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的祖國 這也引發了各界討論 並且成為了國際媒體關注焦點 前往新北刊災的總統賴清德 一聽到祖國論 沒停下腳步回應 只是時間晚會推到五號的國慶晚會上 他的這番致辭引起熱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月一號 剛過完七十五歲生日 再過幾天 中華民國就要過一百一十三歲生日 就年紀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 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 總統賴清德表示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深耕七十五年 如果有人要祝賀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快樂 祝賀詞要精準 切勿用祖國這兩個字 賴清德總統用了基礎的事實 用了強大的邏輯 證明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也用了中華民國 也用了一百一十三年 來團結台灣的最多數人 這樣的說法事實上 讓現場的人非常傻眼 因為所有去參加國慶晚會的人 都是來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 沒有人是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啊 總統賴清德的祖國論 不僅掀起政壇討論 就連英國未報網站首頁 也以台灣總統說大陸中國不是祖國 因為我們的中華民國更老作為報導 國內學者也有不同解讀 國慶日將在10號登場 總統賴清德當天的演說 勢必再引發各國矚目也牽動兩岸關係 記者原始彭耀祖台北報導